上次我们主要谈的是中国人长期所受教育形成的一个理解的偏差 就是中国古代并非一般理解的极权社会 它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行政权力向中央集中的高度威权化社会 这么说是没错 但是除了政治权力之外 社会上还有道德权威和宗法权威 它和皇权是呈三足鼎立之势 那今天呢 我们谈一谈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条件的问题 就是文艺复兴啊 它不是号召出来的 它是需要有一些现实条件 这个现实条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道德复兴 当然你说文艺复兴啊 道德复兴啊 这两者它不一定有个时间先后 它可以是交织进行的 但是提到道德两个字呢 很多朋友可能会撇嘴了 因为我们小时候所受的这个道德说教啊 就经历的太多了 就是当今中国人当中啊 我觉得特别是90年代以前出生的 比较少啊 他们的心态我不太了解 9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 你一提道德 很多人有逆反心理 凡听这个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 因为你一说道德 大家就想到两个字叫说教 你又在嘚不嘚我啊 又要给我灌输个什么崇高理想了 总觉得你又要向我们灌输个什么高尚情操 可是这个高尚情操背后呢 你看他往往得出的结论就是说你要支持谁 你要拥护谁 他好像又是一个 有一个很为私的 甚至有时候觉得是比较龌龊的 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个是一个现实情况 这就是过去几十年政教合一 把道德当成一种工具使用 特别是给这个道德贴上个阶级的标签 这个就是很糟糕 他本来应该是一个普世价值 就是很多观念呢 应该是不同时代 不同地区的人类共同分享的 像这个孟子所说的四端之心 侧隐之心 这个修物之心 词让之心 是非之心 对吧 但是你给他贴上这个阶级标签 这个是什么地鲁阶级的道德 那么无产阶级应该反调他 他就变成一个工具化 他就把它武器化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在他运用中呢 就是他显得出 显示出了虚伪的后果 这其实是一个败坏的表现 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个道德复兴啊 其实是跟刚才所说的这种工具化使用 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但是我们今天也讲道德呢 首先还是应该要说清楚 一个正常的道德应该是啥样的 因为道德嘛 他总是告诉你说 啥是好的啥是坏的 对吧 啥叫正的啥叫邪的 他就是个价值判断 好像没有太多道理可讲 但是呢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道德呢 他还是应该有那么几个前提条件 第一 就是一个正常的道德观念啊 他不应该和一般的常识 普遍的经验相违背 举个例子说吧 英国哲学家洛克曾经说过一句话 财产不可公有 权利不可私有 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 财产是不可公有 权利是不可私有 你看这句话说的非常对 它是对人类几千年经验的一个总结 但是大家想想 是不是在某些社会 它刚好是反过来的呀 就是财产是公有的 权利是私有的 那在我们从大陆来的朋友都非常清楚 对 对对 你看他这个说教是刚好反过来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道德要求你个人要心怀天下 要无私奉献爱港敬业啊 这个一大堆光辉的这个道德重担都压在你头上 可是一到公共领域呢 你看他就抓住一切 半点不与人分享 这个半点不与人分享到什么程度呢 你要参选个曲线一级的人大代表 他都不准有自由参选人 搞笑的是这个中国的选举法规定嘛 好像是十多个公民签名 他就可以参选 他就不让你参选 他就不给你选票 美契名曰叫做一切要在他的领导之下 不在他的领导之下 这个社会就管不好 所以这就和一般 这个历史上的经验就相违背 他就逆反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所宣扬的那个崇高精神 你恐怕就得要打个问号 他背后到底想的是什么 他所树立的那些道德标杆 什么某某凡森 什么长霞的 你就要抱着审慎的眼光 财产不可公有 权力不可私有 这个历史上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都是这样 就是说财产得私有的 权力得分享 权力你至少不能完全私有 要有一定程度的分享 哪怕是在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 名义上皇帝富有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他是一个天下宗主的一个名义 可是事实上他也不能不分享 我们上次不讲了吗 从宋朝以后的一个政治上的基本规律 就叫做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他实际上还是得分享的 这里要补充几句 因为经过五四以后 一百多年 中国这种激烈的反传统的思潮 在好几代人里面形成了积淀 特别是1949年以后吧 就是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看法 在当今的中国人中 可以说是相当混乱 有很赞成的 有非常反对 完全否定的都有 我们上次所说的说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个分权社会 有人可能不同意 因为现在讲的分权是比较特定有所指的 指的是政治权利 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 你说你中国古代哪有这三权呢 就没有什么立法权、司法权嘛 就都是皇帝说了算嘛 就是一个行政权把其他都涵盖了嘛 对 这么讲是没错的 中国古代它确实没有现代这种法治观念 它也没有刑法、民法、程序法这样的法律体系 但是呢 它在这个相对于 就是相比较于西方文明史上 这个成文法之前的那个时代 它是有可比性的 就是说伦理、刚常 这些道德教条 它实际上呢 发挥了类似于西方历史上的自然法体系的作用 当然大家可以讨论 我觉得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啊 如果有权利去解释这些伦理刚常的士大夫文人阶层 实际上他们在较重大的历史事件上 扮演了裁判者的地位 那你说到司法呢 这个中国古代的断案和决送 这两件事情也有差别 断案肯定是归官府 所谓决送 判决的决 诉讼的送 决送是解决争端的一个范程 这个断案呢是一定要送到官府 但是呢解决争端的时候 经常就是一个村在祠堂里面开个会 对不对 然后有争端的两家出来 各说各的礼 然后找个德高望重的人出来 听一听各家所做的陈述 然后做个判断 做个裁决 谁有理谁没理 你说这个事儿算不算 行使了一部分司法权呢 他也算 所以说这个就是道德权威 因为中国古代农村 它实际上是 也是一个按血缘中法管理的一个社会 所以它也是一个道德权威和 司法权和中法权威 它行使了一部分司法权 就是这个意思 它决送很多事情 就在一个祠堂里面开个会就解决了 所以呢 我们上次讲这个道德权威 司法权威 都以皇权构成了强大的制约 它在社会各个阶层 它都对政治权利 起到了分权的作用 一直到这个基层农村 所以事实上 它达到了这个分权的效果 那很多人可能还是会不同意 这个论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一点 当然我是从文化角度 做一个宏观的定性的论述 你放到很多具体个人身上 当然不是这样 比如说某个官员 是吧 他不管他自己怎么再厉害 他还是得匍匐在皇帝的脚下 他相对于皇帝来讲 还是弱势的 但是在历史的很多时刻 这个士大夫集团 他在一个道德原则下 团结起来的时候 你看得出来 他那个力量是相当大的 因为上次没时间举例子 这次我们就举个例子 明朝 明世宗加进皇帝在位的时候 有个非常著名的文化事件 叫做大礼义事件 礼是礼节的礼 义是义论的义 叫大礼义事件 因为加进皇帝 他实际上是明武宗的堂弟 就明武宗死后 他没有留下继承人 然后呢 就从他的堂兄弟里 找了一个血缘最近的 过继给太后 然后再登基当皇帝 他是这么来的 那么加进皇帝继位以后 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自己的亲生父亲 新宪王的牌位 请进太庙里面去 太庙是供奉列祖列宗的嘛 想把他父亲的神主牌位 放进太庙 然后给他父亲 亲生父亲追认一个庙号 算成明朝历代皇帝里的一个 当然他父亲本身只是个藩王 并不是皇帝 但他想这么做呢 明世宗想这么做呢 对于人情来讲 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儿子当了皇帝嘛 是吧 他想让自己的亲生父亲 尊荣显耀 这个于情于礼也可以理解 但是大臣们激烈反对 因为他有为祖宗法度 有为礼法 所以这个加进皇帝 就为这个事情 就一争和大臣争了三年多 这个事件在明朝是非常 可以说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 一个非常有名的儒学公案 就叫做大理议事件 当然这期间呢 皇帝也采取了一些暴力手段 对待大臣 但是呢 最后这个事情啊 他确实也做成了 加进皇帝也做成了 他也很有政治手腕 但是你要看到 他做这个事情啊 遇到的阻力重重 为什么要举明朝的例子呢 因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 皇权最强的一个朝代 只有明朝有这种停战制度 就是把这个大臣在大殿上摁翻了 扒了裤子打板子 这么不尊重这个大臣呢 只有明朝这么做 可是既是在明朝这样的一个 皇权鼎盛的朝代 这个文官集团仍然对皇权 起到一个强大的约束作用 所以可见这个士大夫集团 他的这个精神权威的强大力量 而且明朝还有像张居正这样的大臣 把年轻的这个明神宗万列皇帝 都给逼出抑郁症来了 这个故事以后有机会的慢慢讲 所以说财产不可公有 权力不可私有 这句话在哪怕是在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 他也是一定程度做到的 他所讲的那个刚常 他也是符合最一般的经验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道德 应该有的一个条件 就是他得最常识和一般的经验得符合 你不能反着来 那么再有后面再有一个条件 一个比较正常的道德 还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他内在的逻辑还是得顺的 就是说他得给你讲理 他不是得 不是一个很霸道的面目 就出现在你面前 是吧 就是他还是得说服你的 如果说 有人向你灌输某种高尚的情糟 他非要把一个正常的逻辑 你说拧了才能讲得通 那你可能就得打个问号了 比如说前两天吧 我看了一个公益广告片 他是这么说的 他这个广告词呢 就很简单 就是两句 叫做国是千万家 有国才有家 这是宣传爱国主义的吗 国是千万家 有国才有家 他上半句 是说 家是构成国的基本细胞嘛 国是千万家嘛 那你应该是有家才有国呀 对不对 家是构成国的基本细胞 所以叫做国是千万家 那你应该是有家才有国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因果逻辑吧 你怎么说有国才有家呢 这就好比说墙是千万砖 砖是构成墙的基本单位 那你说是有砖才有墙呢 还是有墙才有砖呢 这就是个逻辑问题 很多的基本的逻辑呢 大家不去想 但是好像大家张口来的呢 就是被教化的 被一直这么讲的 好像是国要大于家 国要大于个人 这在我们到海外的时候 这个对我们国内来的人 冲击是蛮大的 对这个咱们把就按照一个最普通的逻辑 你看它顺不顺 墙是千万砖 应该是有砖才有墙 你说国是千万家 有国才有家 就相当于是说墙是千万砖 有墙才有砖 这个不对吧 这个逻辑不对 我从来不是说爱国主义有问题 我是说这么宣传爱国主义有问题 它逻辑一旦不对的 它的动机和用心就不对 是这么个问题 现在的那种能力就像她一样 可以 试试